与郑操回忆录 第二章 怒吼的平原 三 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冀中部队的正规化 1938年冬季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已经走上全面建设的轨道 但是在各方面还不够巩固 因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 是在巩固既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毛主席在1938年5月发表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 已经详细具体地论述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他指出 一方面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 必须极力向根据地的四周发展 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 另一方面 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 而其主要的工作 是发动和组织民众 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 他说 这种巩固 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须 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须的 不巩固 就不能有力的向前发展 只知道 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 经不起敌人的进攻 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 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鱼 他指出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应依照情况去决定 某一时期 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 另一时期 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 党中央 毛主席 非常关心 冀中根据地的建设 及时提出 对冀中军区各种武装 都要进行整讯 首先在部队联队中 建立党的支部 原来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很少 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地下党员极为慎重 当部队大发展时 兴建部队中党员人数远不能适应基层的需要 当时有的联队指导员都不是党员 如何建立联队支部 首先在各部队举办党员训练班 党员在训练班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党员 作为培养对象的积极分子也参加训练班条件成熟 一个发展一个不够党员条件的继续培养 按照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 把各部队的连队党支部建立起来 这样党的领导就能够从组织上保证了 其次是在部队中建立八路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 彻底改变旧军队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国民党军队也有所谓政治工作 政治部门叫政训处 但做政治工作的人是卖膏药 实际上是对军队进行特务工作 我们在所有的部队中都按八路军的组织和作风 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委派政治工作干部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抓紧政治上建军 提高人民军队政治素质 军中整军是分批进行的 一批几个团 第一批 除了几个团在军中整训外 还有几个团调到平汉路西 由禁查军区直接领导整训工作 当时 中央考虑到军中武装的特点 整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仅仅把政策和办法提出来是不够的 还必须加强领导力量 1938年11月24日 毛主席代表党中央 中央军委给聂荣贞司令员电报中指示 一 冀中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 依靠群众力量 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二 为此决定 一 派程紫华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 程紫华同志任冀中军区和第三纵队的政委 加强该部之正规划 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二 派赫 官帅120师主力去冀中 争取扩大120师 三 120师移步到冀中 可以推动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进程 并指示冀中党 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120师 具体计划 游鹤 关羽鹏 聂卓办 1939年初 程紫华同志来到冀中 并从延安带来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程紫华同志带来这批干部 都分配在各分区 团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像周标 帅荣 旷福照 李天焕 谭冠三等同志 都是程紫华同志带来的 冀中部队建立和健全八路军这一套政治工作制度 程紫华同志带来的这批干部起了决定性作用 程紫华同志到冀中后 一直任三纵队和军区政委和我黄敬 孙志源等同志合作得很好 亲密无见 也有过不同意见 但都能摆到桌面上 畅所欲言 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个人之间毫无芥蒂 虽然是战争环境 艰苦生活 当时也没有多少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 但是各有专责 工作起来同心协力 得心应手 心情舒畅 这一年夏天 中央军委总政考察团到冀中 帮助培训主力部队 并组建了冀中军区干部教导团 该团至1940年 并入抗大总校三团 1941年后 又改为抗大二分校第三团 轮流培训部队干部 1939年初 张庆泰 黄忠 从西安带来东北旧王 总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 1940年11月间 张学思 高存信等 从延安带来一个东干队 当时军区机关住在定县的真村 我们事先接到 中央关于东干队到冀中来的电报 在他们到达后 军区机关及时召开了欢迎会 我和程子华 沙克同志都讲了话 热烈欢迎东干队的同志们 东干队当时到冀中军区的干部82人 分到司令部的军事干部43人 他们大部是东北军的青年干部 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 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干部 特别是又在延安抗大 受到革命军事理论 和参谋业务的专门培训 对于加强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 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分到政治部的35人 分到卫生部的4人 他们多是青年知识分子 经过在延安的马列学院 抗大 女大培训 还有从十有三等部队中撤回的正工干部 加强了冀中军区的政治工作 还有三名朝鲜同志 他们是高建基 张志明和吴明星 根据他们会日语的特长 分在政治部敌工部 从事对敌伪军工作 1941年冬 石分区抓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青少将 审讯时的翻译就是高建基同志 朝鲜同志在冀中参加抗日战争 工作热情都非常高 在极为残酷 频繁的战争中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 吴明星同志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光荣牺牲 高建基和张志明同志在日本投降后 回到祖国成为朝鲜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 张学思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处长 高存信任作战科长 张学思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水平 工作有魄力 善于筹划 细致认真 作风朴实 勤奋好学 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锻炼 作战中勇敢顽强 1942年三四月间 他和我到九分区去 住在博野县装窝头村 当我们和分区领导仔细的研究部署了达安国石佛镇战斗之后 他坚决要求直接参加战斗 他的这种实干精神深深感动了九分区司令部的同志们 都称赞他少年英俊 青年有为 前途不可限量 五一反扫荡后 冀中军区转到太行 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 八路军总部举行阅兵式 并召开了欢迎大会 会上彭德怀同志讲话 表扬了冀中军区艰苦奋斗 勇敢机智的对敌斗争精神 同时当场向大家介绍张学思同志 说 这就是张学思 是张学良的弟弟 现在叫张 论他的家庭 是大军阀大资产阶级 是革命的对象 但是他早年参加了革命 又到延安学习 受到党的培养 他在敌人后方 虽然环境残酷 战斗频繁 但不畏艰险 勇于战斗 表现很突出 东战团和东战队的到来 大大加强了冀中军事工作 和文体工作的领导 一二零师到达冀中以后 便决定一二零师部队 多承担一些作战任务 将冀中军区部队 分批抽出进行整讯 这时 进查冀军区 根据中央军委 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示 颁布了全区部队的整讯计划 1939年3月 冀中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确定整讯的目标是 迅速使三纵队主力部队正规化 加强党的领导 提高战斗力 创造冀中主力兵团 首先从各军分区 抽掉了九个大队 团和一个营 集中到平汉路西 利用山地比较安定的环境 进行五至六个月的整讯 接着 从九月至十一月 又抽掉六个大队 团 集中在五强一带整讯 其余部队 则分别利用作战空隙时间 就地休整 在整讯过程中 进查纪军区 一二零师 和中央军委考察团 都积极协助集中军区 大力加强整讯工作的领导 部队里大多数出身于 劳动人民的战士 和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 是整讯中所依靠的基本群众 集中军区政工会议提出的 按照八路军的样子 建设三纵队的口号 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党充分地发挥了这种积极性 团结绝大多数愿意进步的人 而且帮助克服少数人的落后思想 和某些阻力 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 集中军区 按照建立主力团的编制要求 将原有的一些部队单位 分别进行合编 撤销了许多庞杂的建制 同时清除了某些投敌叛变分子 如武力解决了柴安波的叛变 纯洁了军队组织 新的战斗单位编组起来以后 随即进行了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 通过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 大大的启发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 对于军队残余 极端民主化 绝对平均主义 和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和坚决的斗争 整讯后 集中军区共建成了14个主力团 即第16、17、18、21、22、23、24、27、29、30、32、33团 和警备旅第1、2团 另有两个游击支队 即回民支队 人和大支队 还有五个游击总队 这些部队 以崭新的人民军队的姿态 出现在军中平原上 同县、驱游击队 及人民武装结合在一起 担负起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任务 贺龙和一二师 比城紫华同志稍安几天 1939年1月25日 一二零师也来到军中 我们在和监惠博口村前 迎来了贺龙同志 和一二零师其他几位领导同志 我和贺龙同志 以前虽然未见过面 但是这次一见如故 他一见面就风趣地说 你这个司令官可不小呀 军中的人口 比闪盖宁还多两倍呢 说得大家都笑了 特别令人难忘的 是 他在当天晚上举行的 军民联欢大会上的讲话 他说 日本鬼子有啥了不起 他不比谁高吗 真正了不起的 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 老百姓 军中人民拆成墙 挖到沟 改平原为山地 是个创举 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 几万支枪 还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老百姓 力量不小呀 只要我们军民团结 照着毛主席说的去干 管他小鬼 大鬼 都能打败他 这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财散 天气虽然很冷 但歌声 掌声 欢呼声 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 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制 勇师振奋万人心 贺龙同志一到冀中 就和官向印同志一起向冀中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上 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政治局做了重要报告 全会明确规定了我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地位 要求全党认识和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任务 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同时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全会明确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是战区和敌后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党中央为加强战区和敌后工作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在禁茶祭地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以加强对禁茶祭根据地的领导 一二零师来集中也是重要措施之一 为着统一指挥集中地区的部队 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 一起肃营 在这期间 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 天上地下 风土人情 无所不及 非常坦率 有一次 他意味深长地说 你别看我贺龙现在像这么回事 南昌起义 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后 我在回湘西的路上 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了 说完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 群众的利益为重 一二零师是从近西北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来到冀中的 部队还没顾上休息 而且对地形 环境很不熟悉 贺龙同志就在军政委员会上主动建议 当前主要的作战任务 由一二零师来担当 让冀中部队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讯 由于冀中部队是刚建立起来的 当时党员很少 大部分的连队 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 政治工作比较薄弱 贺龙同志针对这一情况 立即从一二零师抽了不少党员干部 给冀中部队 并多次叮嘱我们 要注意发展党员 培养干部 为了提高冀中部队的作战能力 贺龙同志还让一二零师的每个团 都带上冀中部队的一个团 在战场上一块冲杀 互相取长补短 共同前进 贺龙同志常说 训练新兵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仗 今天入伍 明天打上一仗 后天就是老兵了 贺龙同志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 理解的深 运用的灵活 一二零师到达冀中不久 正赶上日军对冀中进行第三次战役围攻 敌人以七千之重 奋兵五路 向高阳 河间一带包围上来 企图在朱龙河两岸与冀中部队决战 在研究对策的会议上 贺龙同志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 明确指出 敌人这次来势很凶 要认真对付 但不能硬拼 因比起锋芒 与敌周旋于平原 然后向基集中兵力干掉他一步 最后坚弃全部 会后 贺龙同志亲自率领一二零师的七一六团 和冀中部队的独立第一支队 迂回在河间 宿宁两线之间 待机与敌交锋 2月2日晨 日军攻其联队 及伪军各一部 共200余人 由河间城向宿宁方向进犯 贺龙同志立即抓住这个战机 决心给这股敌人 以歼灭性打击 当敌人进到曹家庄附近时 贺龙同志命令部队 迅速出击 七一六团第三营 一个连正面赌击 第二 三营 和独立第一支队第一营 利用倒沟 迅速从两翼包围敌人 冒着炽烈的炮火 奋勇冲击 激战至黄昏 河间 仁秋方面的敌人 前来增援 接应被包围的敌军 我军跟踪追击到河间城下 这次战斗 歼敌150余人 2月4日 敌人又纠集部 其炮兵进千人 由河间向西进犯 七一六团这时 已移住大曹村 德系敌军出动的消息 贺龙同志 决心再次给予打击 敌人先以炮火轰击村庄 随后以步兵冲击 我军依据岩村倒沟 围墙和防顶攻势 其中大都是平顶防屋 连续击退敌人四次猛攻 敌人冲击受挫 便施放毒气 我军指战员 在缺乏防毒器材的情况下 以毛巾包上鸡血蒙住口鼻 继续顽强阻击 同时以一步兵力 向敌人側翼突击 使敌人转为被动 激战到天黑 贺龙同志命令全线发起反击 敌人死伤三百余 仓皇逃回河间 紧闭城门不敢出战 尤其是四月间齐会战斗 一仗就把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消灭了七百多名 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创造了冀中平原大规模歼灭日军的空前范例 4月20日 铸仓县日军第27师团第三连队乘五六十辆汽车开到河间城 22日 第一个大队八百余人 连同伪军数十人 随带八十多辆大车 满载寄氧弹药 由河间向北出动 到达河间 仁秋之间的三十里铺 准备以四天时间 在我根据地内游击 当时一二灵师部队 正在任秋东南卧佛堂 大珠村 其会一带休整 系中军区 已将独立第四 五两个支队 划归一二灵师建制 一二灵师级将这两个队 连同原有的两个团 分别组成两个独立旅 独立第一旅侠第七一五团 和第一 二 三团 由原济中独立第四支队编程 独立第二旅侠第七一六团 和第四 五团 由原济中独立第五支队编程 当得到敌军出动的情报以后 贺龙同志判断 敌人这次行动 并非有计划的对我围攻 我军所在第四周 虽然都有敌人据点 但兵力不大 除河间城上 留有七百余人 仁秋 大城 高阳 吕宫宝 沙河桥等地 都只有二三百人或数十人 不可能抽出很多机动兵力 我们却兵力集中 士气旺盛 争取消灭这股敌人 极有把握 因此决心抓住这个有力战机 就地消灭敌人 二十二日晚上 一二灵师新编程的各部队 举行联欢晚会 贺龙同志赵集团以上干部 研究了作战任务以后 便向全体指战员 宣布了敌情和歼灭敌人的决心 联欢晚会 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 各部互相提出打胜仗 脚枪捉俘虏的比赛 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当时 师部在大珠村 716团主力在沃佛堂以南的小殿 第三营筑齐惠村 715团在沼子营 李兆庄等地 贺龙同志 命令这两个团就地隐蔽 准备战斗 新编的各个团 则分别同集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 配合当地游击队 民兵 向四周敌人据点警戒 防止敌人增援 并向击截击逃敌 4月23日七时 进到三十里铺的敌人向东出洞 九时到达齐惠村附近 敌人应急于寻找我军作战 但又不明整个地区我军的情况 因此 当发现了齐惠村有我驻军时 随即包围了村庄 用炮火掩护步兵 狠命攻打 齐惠是个四五百户人家的村庄 周围都有通往外村的勾道 七一六团第三营 早已在村内外 构筑了防御攻势 村口和沿街的房门都已堵死 墙上开了枪眼 房顶上来了掩体 并帮助全村男女老幼 疏散到外村 贺龙同志命令第三营 一定要坚决拖住敌人 以待主力于黄昏时 展开全线出击 第三营指战员 在敌人猛攻下沉着应战 战士们远了不打 单等敌人冲到阵地前五六十米的地方 用手榴弹 牌子枪和机枪一起猛打 结合短促的反突击 大量杀伤敌人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都被打垮 便释放燃烧弹和毒气弹 一时烟火 毒气弥漫 遂趁我军救火 一部分战士中毒之机 攻占了村边一些房屋 这时 第三营各连党支部 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 号召坚决拖住敌人 于是同敌人竹房 展开了激烈争夺战 为了援助第三营 七五团一个连从村东南 卸入村内 与第三营会合 七一六团以第一营 向村东北方面的敌人攻击 形成了对敌内外加攻 下午四时 任秋敌人三百余前来增援 进到麻家屋附近 被一二零师第二缕 第五团击退 从大城和旅工宝出缘的敌人 也分别遭到一二零师毒一缕 第一团和冀中第三军分区部队的阻击 不能前进一步 棋惠的敌人陷入孤镜 黄昏 七六团第一 二营同时从西 北两面对敌人展开猛攻 在统一号令下跳出倒沟 迅速越过开阔地 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 把敌人压到村沿河一部分房屋内 第三营也同时反击 敌人受到内外加攻 阵势大乱 开始向村南撤退 4月24日扶晓 敌人在我七一六团主力的尾追和截击下 向马村方向夺路而走 可是 在齐惠周围的村庄 贺龙同志已部署好了准备赌击歼灭敌人的足够兵力 七一五团这时 正从齐惠西南的宝东 向南北流路靠拢 德西敌人向南溃退 便立即占领马村迎头痛击敌人 敌人又转向东北逃到找子营以一部聚首房屋抵抗七一五团的追击 其主力企图通过南流路继续东逃 但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第三团早已布置在这里 卡住了敌人的去路 敌人几次猛攻 付出重大伤亡 仍然无法突出包围圈 在战斗进行中 附近村庄的群众 踊跃地推着小车 提着篮子 把魏老品送到参战部队指战员的手里 有的老年人 妇女 跑到火线附近等着 要亲眼看到我们的战士打死了日本兵才走 各村人民自卫队也纷纷出动 追捕敌人散兵 有几个日本兵向西南跑到洋庄 被手持木棍 铁线的群众包围消灭了 有的地方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止 就有许多人前来帮助打扫战场 护理伤员 二十四日黄昏 我军开始了总攻 七五团第二连 利用爪子营村中房屋 隐蔽接近敌人 以手榴弹向敌人猛袭 第一营主力和第二营 自两翼向敌人村东阵地突击 七六团第二营 向村西和西南阵地猛攻 独立第一旅第二 三团各一部也分别出击 我军充分发挥夜战和近战的特长 争先突入阵地 展开肉搏 敌人死伤惨重 站至二十五日 被压迫在流露村西南道沟内的敌人 多次拼死突围 又窜逃到找子营 与南流露之间的一小片树林和坟地里 敌人疲惫不堪 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 一面焚尸 一面抵抗 做最后挣扎 我准备于夜间全监该敌 但黄昏时 敌人趁大风难窜 我即跟踪追击二三里 惨敌百余 逃回河间 其会战斗 共尖敌七百余人 这是敌人自进攻冀中平原根据地以来 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极大的振奋了冀中全体军民 不管战斗多么激烈 环境多么危险 贺龙同志总是沉着 坚定 自信 仿佛在他的面前 世界上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冀中 常常在敌人打到 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 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 贺龙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球赛 或看演出 不然 就是叼着烟斗 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 记得有两次 恰好我们出村子的东头 敌人从西口进来 就好像换房一样 在我们主动出击 或打伏击的时候 他也同样从容 震惊 往往在部署结束后 他还去干点什么 然后清零前线指挥 而且坚持到底 其会战斗 是打得最激烈的一仗 双方火力都很强 战场上一片火光 子弹 炮弹 在硝烟中乱飞 在前沿指挥作战非常危险 几个人劝贺龙同志 到掩蔽所去指挥 他都不肯 正在这个时候 敌人的一颗毒气 弹在附近爆炸 贺龙同志中了毒 卫生员马上赶来 要抬他到安全地方休息 他不肯 只戴上了一个用水经过的口罩 闭了闭眼睛 继续指挥战斗 一二零师部队也打得勇猛顽强 尤其是王上荣同志领导的七一五团 戴号亚五和黄兴廷同志领导的七一六团 戴号亚六更是英勇善战 使敌人文之丧胆 为冀中部队做出了榜样 受到冀中人民的高度赞扬 广为流传 称颂至今 特别是我难忘的是 贺龙同志通过各种方式 来提高我们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在贺龙同志来到冀中以后 当他知道 我们曾经坚决反击过来 冀中抢占地盘 破坏抗战的张英吴 非常高兴地说 你们干得对吗 对国民党就得有两手 抗日咱们欢迎 捣乱 咱们就打 他还说 根据地是人民的 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这股坏水流进来 我说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贺龙同志笑了笑说 对 你这句老八股引得好 毛主席说过 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这是个原则 要坚持 贺龙同志 还经常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经历和教训 原来贺龙同志在静随的时候 率领部队挤进浴血奋战 才从日军手里夺回几座县城 但却有人把国民党老爷请来当县长 说不那样做 就是不符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 结果 八路军的扩军 争凉 甚至连过路都得受限制 贺龙同志气愤地说 这叫什么统一战线 乱谈情 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 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纯粹是右倾投降主意 我们可千万不能再上王明这个家伙的当 贺龙同志常说 中国革命 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 没有毛主席 也是不行的 他对反对毛主席的人 非常愤恨 1935年6月 红军一 四方面军 在四川的茂公会合以后 张国焘 处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 和篡党夺权的野心 竟公然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 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 朱德 刘伯成 任毕时等许多领导同志 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贺龙同志还当面质问张国焘说 我过去当过军阀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 找到了毛主席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你是个老党员 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 去走军阀的老路 你走得通吗 问得张国焘脸红耳赤 坑坑痴痴的答不上话来 在军中不管在什么场合贺龙同志只要一谈起张国焘这一罪行 总是非常愤怒 深恶痛绝 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1939年2月正当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军扫荡时 军中部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不叛变 柴恩波曾在北洋军阀吴佩甫手下当过连长 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 他混进我军以后 闲官小 老想拉队伍 自立其好 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 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 认真解决一下 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 被他知道了 于是 他变成我们忙于同敌人作战之机 一面与日军勾结 一面暗中与国民党新阵县长王宗奇进行交易 当国民党给了他个寄查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显以后 他就公开叛变 散发反共传单 声明脱离我寄中军区领导 拥护国民党 不仅如此 他还扣押了我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参谋长等党员干部一百多人 并包围了文安县抗日政府 把县长 大队长等县领导干部扣押起来 事件发生后 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 商讨解决办法 有的人 怕影响国共关系 不主张用武力解决 贺龙同志 针对这种错误思想 严肃指出 消灭叛匪 是集中部队内部的事 与国民党无关 而且 柴恩波通敌叛国 扣押我干部 破坏抗日 是地地道道的汉奸 他还说 难道我们对这种人 还要讲客气 讲仁慈吗 会上 一致通过了武装评判的决定 贺龙同志还命令一二零师的一部 配合集中三分区部队迅速出击 后来 我军在文安城西大王庄地区只打了几个小仗 就把叛乱平息了 因为柴恩波部队的大部分战士和干部是抗日的 当他们识破柴恩波的阴谋之后 便纷纷掉转枪口打叛匪了 柴恩波见大势不力 便带着几个亲信和保镖跑到新镇 公开投靠了日军 对敌人毫不客气的贺龙同志 对自己的同志却满腔热情 耐心引导 柴恩波叛变事件 使我们愈加感到 冀中部队迫切需要整讯 贺龙同志鼓励我们说 出了个柴恩波 有什么了不起的 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 战事是好的吗 刚建不久 就能掉得动 打得赢 现在要紧的是 抓紧整讯吗 后来 军政委员会 根据贺龙同志的意见 对冀中部队 做了进一步整顿 贺龙同志 又从一二零师 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充实了冀中 新建部队 但贺龙同志一再强调 要我们自力更生培养干部 他语重心长的说 搞革命 搞军队 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 怎么行呢 光靠向上级要不行 你像聂荣真同志要 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 像毛主席要 毛主席的担子 比咱们重得多 最牢靠的办法 是靠自己 贺龙同志还以贺炳言 于秋离两个同志为例 来提高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认识 他说 于两个人都只有一只胳膊 刚来冀中十没几个人 可是他们东一搞 西一搞 就搞出个队伍来 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 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 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贺龙同志还说 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 他们见识广 有文化 接受能力强 又吃得苦 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子 往肚里一填 就解决问题了 睡觉也不要铺盖 连鞋也不脱 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 才不禁连队没几天 抱起枪来就冲锋 这些兵 只要有好干部带 那还了得呀 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 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 启发教育很大 1939年秋天 我们把冀中部队 分批集中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进行了整训 同时 还加强了冀中抗战学院的教学力量 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 直接培训部队急需的干部 收效很大 1939年8月 贺龙同志奉中央命令帅120师去执行新的任务 部队陆续离开冀中 回想起八个月来与贺龙同志戎马相随 朝夕与共的情景 特别是想到贺龙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 寻寻善诱的帮助 实在感到恋恋不舍 自己感到迫切需要学习 在冀中 当时虽有进查济军区聂荣贞司令员的直接领导和关怀 但中英异地相隔 难得时常当面请教 曾几次 想给中央写信 要求去延安进党校 恰好在这个时候 毛主席派贺龙同志来到了冀中 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 贺龙同志那种热爱毛主席 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品质 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 都成了我学习的生动榜样 他那无坚不摧的英雄气魄和豪迈 爽朗的性格 也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但是 我学习的还很不够 因此 在贺龙同志离开冀中的前夕 我惋惜地说 贺老总 你知道 过去我是个旧军人 没有经过长征锻炼 也没搞过土地革命 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 还没有学会 还需要你继续帮助 你却要走了 贺龙同志听了 哈哈大笑了几声以后 说 你常说 你是个旧军人 就算个小军阀吧 那算个啥 我在旧军队里 当过阵首使 师长 军长 可是个大军阀呢 但一找到共产党 跟上毛主席 有了觉悟 就有个突变吗 过去的是提他干啥 要紧的是 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风吹浪打不回头 在临别的时候 贺龙同志还鼓励我说 八路军这套东西 都是毛主席教会的 你现在正在学习 论池九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就好嘛 另外 有事多向聂荣贞司令员 去党委请示报告 一定可以 把军中搞得更好 贺龙同志对军中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又眷恋的说 军中这个地方多好啊 素有平津门户 华北粮仓之称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 还是个前进基地呢 部队从这里一捅 就可以捅出关外 一股劲 就可以把日本鬼子 赶过鸭绿江 最后 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说 毛主席对军中很关心 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 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 我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 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汇报了军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贺龙同志和一二灵师对军中 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起了重大作用 概括起来 至少有这样三点 第一 带领军中部队打仗 向齐汇战斗 一二灵师叫我们怎样打大仗 我们配合作战 第二 给军中留下不少优秀的红军老干部 像常德善 无锡 肖心怀 郭露顺等同志 第三 带作风 老红军的优良作风 对军中部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中部队大都是由旧军队和农民部队改编成的 部队中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 一二灵师来了以后 帮助我们逐步克服了这些缺点 我们也向红军老大哥学到了关于军民关系 官兵关系等方面的好作风 同时 由于我们老干部少 底子差 就将自己顾不上和消化不了的部队都拨给一二灵师改造 训练 一二灵师是红军老部队 领导和干部队无强 像高士一部 魏大光的部队 张仲瀚的金南自卫军 还有江东盛的部队 都拨归一二灵师建制带走了 这样 既扩大了一二灵师的部队 也减轻了冀中军区整编部队的负担 在一二灵师扩军问题上 我和程子华 黄敬思想一致 要大力支持 在这方面 黄敬同志还是很大方的 都是挑那些最好的 出身好 身体棒的青年送到队伍上去 贺龙同志也是爱财如命 他点名要记中的两个县长 刘卓斧和田自靖 另外 他们还要了一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 干部 我们都选择优秀分子给他们了 一二灵师离开冀中的时候 以由来时六千四百多人 发展到二万一千九百多人 扩大了两倍多 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 冀中部队 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能够经受住一九四二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 这是与贺龙 官向印同志的亲自指导 和一二灵师部队的传 帮 带分不开的 破敌五次围攻 还在武汉没有失守以前一个多月 日军就集中了五万兵力 围攻进茶几边区山越地带北越区 碰了钉子以后 又调转枪口 来扫荡进茶几边区平原地带集中区 这时候已经是武汉失守以后了 集中反扫荡斗争 从此正式开始 敌之目的 很显然是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以确保敌后占领地 进行掠夺人力 物力 攫取资源 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美梦 并且配合他在正面的政治 右降阴谋 因为 冀中平原 是处在日军最后方的游击根据地 基于日军重要的根据地 北平 天津 以及三大交通线 北宁 平汉 金浦的威胁最大 也还因为 冀中平原和 禁茶级边区的基本地区山岳地带 在战略上 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依存作用 同时也因为冀中平原 有着丰富的人力 物力 足以资敌 作为以战养战之用 所以在1939年一整年内 敌军对冀中平原的围攻于扫荡 比任何地区都频繁 在这一年里 日军对冀中的进攻 是使用两个士团的兵力 和一万多的伪军 在京浦 北宁县上 为本坚雅琴第27士团 在平汉县上 为桑木崇明第10士团 铸平 石段 担任对平汉县两侧山地 平原两方面的进攻 两个士团的作战地区 在1939年 除了局部换防和变更部署以外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在这一年里 日军扫荡季中 先后组织五次战役围攻 和三次分区扫荡 此外 还进行了200次左右的大小战斗 以扫荡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 首先是战役围攻 这是日军进攻军中当头一炮 企图在这一时期 把军中的武装部队 迅速消灭 敌求桑木崇明师团长 曾经这样向他的部队训化 本师团 依照华北方面军的讨伐肃政为指针 迅速地肃清平地 而后指向山地方面 勿在繁茂期以前 彻底地肃清山地 毁灭其根具 铲除其祸根 又说 各部队长官 殷熟时 目前之情况 积极地肃清平地 已能按期达到肃清山地之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日军在五个月的期间内 组织了五次战役围攻 桑木崇明为日军中将 1938年春被派到华北方面 110师团司令部设在保定 桑木曾多次制定封锁山区 和以快速部队扫荡平原的作战方案 是一名罪恶昭彰的 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据后来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 原110师团士兵揭发 1938年五月 桑木在宿县射死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孩子不知母亲已死 戳着母亲的奶头啼哭 同年 又同师团上板大佐在计中 在场指挥将妇女绑在树上 用手榴弹塞在妇女婴户里 然后在六丈来远的地方拉线将其炸死 桑木 上板 和陵方六郎 是110师团 三个出名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1938年11月12日 敌人出动6000兵力向大清河以北雄县 霸县 荣城 新城 郭安地区 进行围攻 企图把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一举驱逐到大清河以南 或消灭在大清河以北地区 历时26天 29次战斗 毕伤日伪军600余名 辅伪军1000余名 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 接着 于12月21日 日伪军1500余 进攻安国 博野 里县地区 企图把我在 朱镕河以西的部队 驱逐到朱镕河以东地区 在一个月中 我展开广泛的袭击 伏击战 消灭日伪军300余人 取得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 从1939年1月25日开始 迪佑对我进行第三次战役围攻 从平汉 京浦两方面 以平大公路上之陷线 河间 仁秋 大成为目标 企图把我在紫牙河以东 以北和浮阳河以东地区的部队 压迫到紫牙河以西 和以南的三角地区 便于捕捉而消灭之 使用兵力在7000人以上 配以飞机 坦克和炮兵 来是凶猛 历时10天 占领了我一部分城镇 这时 120师来到冀中 和冀中军区部队相配合 在冀中平原上广泛地展开了游击战 并且很快取得了胜利 从2月6日到16日 敌人又开始 对我发动第四次战役围攻 企图肃清忽多河以南地区 我之主力部队 此时 冀中军区 区党委 行署 和120师职署队 转移到五强西北的张法台 西村一带 敌人想合击 我领导机关 以便下一步进攻济南地区 于是从博野 里县出动600余人 汽车20辆 坦克 装甲车10辆 近战邹村 安平出动400余人战王村 县县1000余人进至五强 深县也集结400余人 十日拂晓 邹村之敌向我禁忌 正值120师715团 由隋远大青山来到冀中 便在深县以东的行家庄 北渡村 投入战斗 敌人以为已捕捉到冀中领导机关 于是蜂拥而来 以坦克 装甲车掩护步兵 对我715团占领的村落阵地围攻 王庄敌人也前来增援 715团指战员 顽强地抗击敌人 以极数手榴弹 反击敌人坦克和装甲车 连续打垮敌人 四次大规模的冲击 坚持到下午四时 杀伤大量敌人后 主动地撤出了战斗 敌人核击失败 转向济南地区 这期间 其中其他地区部队 也积极活动 配合了南部地区的作战 3月18日 敌人城沃主力部队 正在宿宁东南窝北镇一带修整之机 以9000余兵力 分别集结于县县 饶阳 河坚 安平 大城 岗城等地 对我进行第五次战役围攻 企图围歼我军 当安平 饶阳 现线出动的敌人 即将进到核击点的时候 我军以小部队牵制迷惑敌人 主力及时地跳出核击圈 转移到河坚东北的沃佛塘一带 敌人扑空 随即占领了宿宁县城 3月23日 敌人复由河坚分路出动 一路北境 控制了河坚 仁秋一线 从西面压迫我军 一路向东 北直逼沃佛塘 东面金浦县上青县 马场的敌人 向大城方向牵制我军 同时 大清河北的敌人 沿河控制渡口 阻止我主力北境 我军再次处在敌人河集中心 一二零师和集中军区部队 机关 分别从敌人的空隙中向外线转移 当日晚 一二零师职鼠队 七一六团 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等 向西越过古阳河 转到任秋以西的青塔 天门口一线 冀中军区机关级特务团 向东越过紫牙河 再折向南 插到县线东北牛楚寺附近 七一五团和集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一部 向北转移到吕宫堡 两台一带 再向东面大城附近出击 以迷惑和吸引敌人 掩护其他各部队的行动 各部队分散转移以后 纷纷从敌人策备袭击 原在外线的部队也积极活动 敌人再次扑空 完全陷入被动 到四月初 敌人主力便全部退出 敌人连续组织五次战役围攻 虽然占去了冀中的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政 但是我均采取了正确的反围攻战役指导方针 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内线作战 而争取有力的主动的外线作战 也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死拼、争取和创造可能的胜利 当敌人有计划有组织对我合围时 我及相机跳出利害变换圈以外 转移到敌之侧被寻找敌之弱点 而攻击之 截击其交通运输 扶击其增援 打击其单个伸出来和孤立的小部队 在定县、安国、博野、李县县上、苍县、河坚县上、唐关屯、大城县上、平大公路上、金宝北路上 由于各部队的机动曾经获得很多光辉战绩 另外 对于敌之单独突出 而兵力又不大的部队 或与其他各路之敌分离过远的孤立部队 则集中优势兵力 进行反围攻 以求得全部或部分的歼灭战果 例如 在敌人第二次战役围攻中 对于近战安国、博野、李县之敌 在敌人第五次战役围攻中 对于大城之敌 都集中了优势兵力 进行局部的歼灭战 获得了相当大的战果 我们对于敌人占领不久 兵力不大 站脚未稳 且与各方联络不便 限于孤立的据点 也进行了局部的围困 袭扰和反攻 克服了几个县阵 如任秋、肃宁、周、杜林等地 同广大人民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 大量杀伤了敌人 赢得了整个战役的主动 迫使敌人 不得不暂时转为 保守城镇据点的防御状态 敌人在这五次战役围攻中 所使用的兵力 除了第二次战役 围攻是1500人左右 其余四次 都是5000到1万人 尤其第三次战役围攻 和第五次战役围攻 使用兵力更多 在这一时期 我们和敌人进行了158次战斗 敌人死伤为 4264名 我们死伤为 1581名 敌人五次战役围攻 遭到失败 很快便改变为 分散扫荡的方式 一直继续到7月初 敌人又由金浦 平汉县上集中5000多兵力 进行轻杀仗起之前的最后一次围攻 也可以说是第六次围攻 但因日军利用羽迹 到处决堤 大水泛滥 这个战役 刚一露头 就流产了 在这一时期 敌人所表现的特点 一是尽量扩张据点 极力破坏我政权和群众组织 二是大量修筑公路 以联系各据点 三是经常从据点伸出来 积极要求与我作战 在这些特点中 就更加暴露了敌人的兵力不足 兵力分散的弱点 再加之敌人经常运动 客观上就给我军 以更多更有力的作战条件 因此 我们采取了对分散之敌 各个击破的方针 对伸出和运动之敌 坚决予以打击 就是他不来扫荡 我也要找他去 所以 在这一时期中 战斗就更加频繁 仅在三个多月的时间 同共打了一百六十五次的大小战斗 敌人死伤为三千三百七十名 我们死伤为一千二百九十名 日军遭受不断打击 气焰逐渐下降 到七月初 竟是出绝堤放水 淹我军民 破坏我资源的毒计 来弥补他在 扫荡上所遭受的失败 从这个时期到九月末 战斗很少 敌之分散扫荡 无形中就结束了 敌人于九月间 落水时期和轻沙障倒之前后 在某些可能活动的地区 从据点伸出来 采取游击动作 专门袭击地方上的群众武装 摧毁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 烧房子 抢粮食 屠杀群众 并抢拉撞兵去受训 强迫群众修筑 汽车路 这是日军扫荡前的准备工作 敌人的暴行 激起了广大群众高度的抗日斗争情绪 由痛恨而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持有最低级武器的自卫组织 或者拿着铁杆的群众 配合部队 到处和日军进行英勇壮烈的搏斗 从十月八日 敌人从大清河以北地区 开始第一次分区扫荡 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我军作战方式 是以极高的战斗情绪与信心 和战则必胜的顽强的战斗作风 以阵地战为主 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 坚决抗击兵力在六千 汽车一百多辆 大炮数十门 战车 坦克二十多辆的凶丸敌人 经过七次战斗 终于最后一次 在新城附近的激战时 把敌人击溃 赶回老巢 日军东拼西凑组织起来的 这一个常识性的分区扫荡战 在半个月以内 丢下大量死尸 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分区扫荡 是从十二月三日到七日的五天里 在平汉县以东 正定 兴乐 无疾 深泽四县之间 西边以平汉县 北边以沙河 南边以忽陀河为界线 所构成的三角地区 日军使用兵力为一千五百左右 与我们部队打响了三次 日军吃了亏以后 仍然是拿群众出气 找不到群众 烧了三十多个村镇 就退回平汉县 这一次扫荡 是扫荡北越地区的余波 那是我们这一地区的部队 曾经配合山区反扫荡 战役 积极袭击平汉县之敌 并炸毁铁路桥梁和列车等 在日军的屁股上 狠狠地砍了几刀 因此 日寇在山区吃了苦头 就向平原地区 来了一次报复 敌人的第三次分区扫荡 是从十二月中旬起到十二月底址 使用了一万三千多的兵力 分三个区域 同时扫荡 一个区域是浮阳河左岸以西以北 和呼陀河两岸地区 包括深县 武强 饶阳 安平 里县 宿宁 衡水 树路等县 敌人由石家庄增来部队 约一千六百余 汽车百余辆 从十六日开始到二十八日 这一地区的扫荡告一段落 另一个区域 是浮阳河 紫崖河右岸 以东以南地区 包括河间 沧县 县县 焦河 复城 武艺 衡水 井县等县 敌人从金浦县上 及各据点内 出动了四千多的兵力 炮二十余门 从十六日 在河间达子房 首先遭到我们的伏击 而开始了这一地区的扫荡 战 到二十九日 在西县里 将河间出动之敌击溃 这一地区的扫荡 也告结束了 还有一个区域 是大清河以北的地区 包括新城 霸县 雄县 永清 顾安 安次等县 敌人由北宁县 平汉县 及各据点出动的兵力为六千余 炮三十余门 汽车二百余辆 坦克 装甲车二十余辆 飞机二十三架 从十二月中旬开始 到十二月三十日结束 这一区域的反扫荡战役 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十三次战斗 敌人伤亡一千二百以上 我们伤亡四百五十余名 我们反击敌人分区 扫荡的基本方针 是避免在敌人的奋进合击点上 和他所构成的扫荡 面上 或他所形成的包围圈内作战 而把主力跳到点 面 圈以外 向敌人的侧背 或运输线上突击 并进行袭击铁路线上敌之基本根据地 有三次在敌之联络线上伏击 十二月十六日 在深泽 五强间 同日在河间 宿宁兼支打子房 二十三日 在复城以南王高之伏击 都获得极大的胜利 二十二日 城虚袭击北命县之廊房车站 冒着毒气 把敌人消灭了 得到三十多支击步枪 二十七日 在雄县的神堂孙村 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 与兵力三千余 炮二十多门 战车二十余辆 飞机六架之敌 激战七小时 终于把他击退了 敌死伤四百五十多名 内有一个金山大队长 我们伤亡二百五十多名 内有团政治委员杨子华 负了两次伤 缴获了很多部机枪和战力品 这一次战斗 是以依据攻势的阵地战 配合运动战 而获得胜利 用正规战的方式 在装备上以少胜多 在季中说来 这是一次创举 经过这次大的战斗以后 又于二十九日 在牛陀附近 伏击向固安撤退之敌 敌人就溃退回固安去了 一九三九年 季中平原一整年的扫荡 与反扫荡战役 就此结束了 在敌人冬季分区 早当的战役空隙间 我们曾经 和敌人做过三十九次大小战斗 其中 伏击战为数最多 有一部分是防御战和攻击战 袭击战为数较少 这些战斗 我们有很多次 是以极短时间 极少伤亡 解决了全部或大部敌人 缴获了全部或大部的战利品 这种代价少收获多的廉价战斗 在敌我互相交织的平原上 灵活的部队 时常可以找到这种机会 一九三九年的反扫荡 不算一二零师的作战 我们和敌人进行了三百八十三次大小战斗 敌尾军伤亡 共九千四百一十四名 我们伤亡三千八百五十一名 俘获敌尾军一千七百一十八名 缴获长短枪一千四百八十一支 轻重机枪十九挺 迈击炮四门 汽车七辆 大车二百一十辆 军马二百九十五匹 其他自重 文件甚多 炸毁汽车六十九辆 坦克两辆 火车二十六辆 车头四个 桥梁三座 铁路七百多米 破坏铁道 公路电线 为数极多 1939年的反扫荡斗争 我们在一二零师的帮助下 仅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们牵制和分散了敌人很大的兵力 消耗了敌人大量的人力物力 保持了自己绝大部分的人力物力 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战略企图 保卫了冀中区和净查极边区 白球恩来冀中 1939年春天 正在禁查极边区 从事医疗工作的白球恩同志 带领东征医疗队 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 于2月19日 来到冀中前线 白球恩大夫 于1890年3月 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雷文和斯特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年仅24岁的白球恩便应征入伍 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 1936年 他在医学上已经有了建树 全世界医学界人士 都慕名到他所在的盛兴医院 观摩他的工作 然而 就在这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白球恩毅然抛掉了一切名誉和地位 远离祖国 投身于战火纷飞的西班牙战场 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战 奔驰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和阿尔梅里亚前线 为伤员输血 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的斗争 1938年1月20日 白球恩大夫又辗转来到中国 他认为 中国是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也是需要他最迫切的地方 同年6月 他从延安来到了浸查记抗日根据地 7月底 在他的安排下 根据地创建了一个模范医院 在济西根据地 白球恩所到之处都亲自做手术 讲解 并表演外科手术 他每天都要工作到18个小时以上 脸都没有时间挂 索性便留起了胡子 白球恩大夫来济中时 我们的司令部住在河间和宿宁之间一个叫马湾的村子 听说白球恩大夫来了 大家都非常高兴 特意做了饲养菜 除了白菜粉条 还杀了两只鸡 满满地成了四次盆 这在当时 要算最丰盛 最隆重的招待了 厨师的手艺也说不上高明 白球恩同志却吃得津津有味 不等吃完饭 白球恩同志就要求立刻去工作 我想 他经过长途行军 路上积雪很深不好走 一定很劳累了 便说 先休息一下 工作有的是 白球恩同志去斩钉截铁地说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休息的 接着 他就拿出已经拟好了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 实行手术的计划给我看 原来 他在来冀中的行军途中 就把工作计划定好了 我看他抢救伤员的心情这样急切 便不再劝阻 白球恩同志来到冀中平原 正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 激烈的时候 由于战斗频繁 交通不便 正规医院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原有的三个医院 为防备敌人的突袭 也都迁到济西山区去了 这里的商员 都分散隐蔽在群众的家里 由分区卫生队负责治疗 这种极端分散的状况 给白球恩同志的工作 增添了不少困难和麻烦 但白球恩同志 却不顾艰难险阻 十分乐观地投入了工作 东征医疗队只有十八个人 到冀中前线后 白球恩同志就把医疗队分成两部分 一对随贺龙同志的一二零师活动 一对随冀中军区部队活动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 白球恩同志设计了一种桥形的木架子 搭在马背上 一头装药品 一头装医疗器械 他把这种自制设备 风趣地叫做卢沟桥 每到一个地方 卸下架子 随时可以动手术 缺少治疗的装置 和裹伤的加板 白球恩同志就亲自动手制造 他在冀中工作 仅仅四个月的时间 竟以那样顽强的革命毅力 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他在工作总结中写着 四个月做占地手术315次 形成1504例 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 此外 给医护人员授课传译 找门路采购药品 他都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说 我唯一的希望 是能够多有贡献 这种崇高的愿望 从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 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白球恩同志把救死扶伤 看作医生最神圣的职责 他坚决主张 手术医生上火线 要尽可能在当时当地 给伤员施行手术 这就能减少死亡 和缩短住院时间 看到有的医生不上火线 他不能容忍 甚至会发脾气 谁要阻止他到火线去 他就勃然大怒 他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 枪声就是命令 哪里有枪声 他就往哪里跑 这期间 冀中最著名的一些战斗 如呂汉 大团钉 齐慧 宋家庄等战斗 他都参加了 一切为伤员着想 是白球恩同志工作的出发点 他的手术台 总是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最远不到八里 近的只有二三里 每一次大手术 都是他亲自来做 齐慧战斗时 白球恩同志 跟随贺隆同志的指挥所 在离前县五里的一个小庙里 建立了手术室 身边不时有弹片或榴弹飞过 有一颗炮弹打来 把小妙的外墙炸塌了 白球恩同志 依然镇定从容 不可后撤 他始终全神贯注的工作 连续三天三夜 没有离开手术室 仅这一次 他就为一百多名伤员做了手术 白球恩同志 还带领医疗队 深入到靠近敌人据点的隐蔽的治疗伤员 有一次 敌人从村东投进来 白球恩同志 刚刚从村西投出去 在部队掩护下才脱险 只要工作需要 他总是奋不顾身 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最使人难忘的是 白球恩同志 在冀中度过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3月3日 是白球恩同志 49周岁生日 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生日 这一天 完全是在战斗中度过的 头一天 敌人在河间附近发动扫荡 激战到黄昏 下来不少伤员 白球恩同志 连续做了19个重伤员的手术 直到第二天 早晨6点钟 才上床休息 午后醒来 才记起 这天是他的生日 我们来不及专门为他庆贺 但是 这次战斗的胜利 必敌50名 脚枪40支 挽救了几十名伤员的生命 对白球恩同志来说 是最好的生日贺礼 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在前线 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 作为一个革命者 白球恩同志 是把自己的外科手术 当作最重要的武器 他关心群众的疾苦 甚于关心自己 当时 记中相见的医疗条件很差 加上每个固定的医院 经常转移 许多伤员伤口化了脓 臭味很大 可是白球恩同志一点也不嫌弃 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优越感 他热心地为每一个人治疗 有时还亲自护理伤员 包扎伤口 照料起卧 给伤员喂饭 甚至给伤员端食端尿 他不知道休息 工作夜以继日 同普通战士一样粗衣淡饭 他怀着最真挚的感情 对待每一个阶级弟兄 六月底 白球恩同志 和他所带领的东征医疗队 在记中完成了任务 由一个连护送他们返回记席 途中在铁路边的清风店隐蔽休息 准备天黑时通过封锁线 白球恩同志偶然发现 有个老乡在墙角痛苦的身影着 经过检查 是患胸浓肿 白球恩同志 决定立刻开刀治疗 这个村子处在敌人的封锁线上 铁路上经常有敌人的铁甲车往来巡逻 四处打炮 万一暴露目标 就会发生危险 但是 一切劝说都无效 白球恩同志 坚持要做好手术再走 不得已 人们只好把手术器具卸下来 布置了简单的手术室 就在敌人眼皮底下 白球恩同志 仅用二十分钟 就成功地做完了手术 这是他在冀中地区 做的最后一次手术 一九三九年秋天 我到济西参加 浸查济军区召开的会议时 又一次见到了白球恩同志 他本来应病到后方去休息 路过这里 听说我来了 特意跑到住处看我 我留他一起吃饭 分别四五个月 他的模样有了很大变化 面容憔悴 身体衰弱 但是 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随行的同志说 白球恩同志 在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 左手中只受了伤 最近又换了胆帽 聂荣臻司令员 接他到司令部去休养治疗 这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白球恩同志猛地站起来 问 有没有伤员 为了照顾他的健康 同志们回答说 没有 但是 白球恩同志 再也坐不住了 他和我匆匆告别 就向枪响的方向奔去 走出不远 正碰上前方抬下来 一名头部重担的伤员 伤口已经发炎化弄 白球恩同志一见就发了火 则问为什么不告诉他有伤员 于是他马上停下来 为伤员做手术 因为是回军区司令部修养 手术器具不在身边 就临时找了些工具来代替 手术时没有戴手套 白球恩同志原来受伤的手指感染中毒 转为败血症 11月12日 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白球恩同志 终于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 白球恩同志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 就给聂荣真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 把自己使用的手术器械都送给军区医疗部门 并把个人物品分送给中国同志 送给我一双长筒马靴和马库做纪念 在弥留之际 他仍然念念不忘部队的医疗工作 告诉身边的同志在平津采购药品价格太贵 要另开门路 为部队节省开支 过几天 护送白球恩同志一体的队伍 从我住处经过 我看到他那庄严刚毅的怡荣 心情非常沉痛 他常说的我唯一的希望 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句话 始终迎回在我的脑海里 白球恩同志的牺牲 使尽查记军民感到无限悲痛 大多数淳朴的农民 虽然不常听说加拿大 却很熟悉白球恩 并从此才知道 加拿大是白球恩出生的故土 白球恩同志牺牲时 北越区的反扫荡战斗 还没有结束 葬礼未能立即举行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 我见到聂司令员 谈起白球恩同志的事迹 聂荣贞同志说 我们要给白球恩同志修一个墓 永远纪念他 很快 在唐县军城山上 为白球恩同志建立了一座陵墓 墓顶是一个地球 象征着白球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墓边有聂荣贞等同志的提词 我也提醒了人类解放战线上 最英勇的战士 以后在大扫荡中 白球恩墓被敌人破坏 白球恩同志留给我的纪念品 兼毙在张德庄山洞中 可惜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扫荡 与反扫荡的战争中都遗失了 白球恩同志的遗体 解放后又重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 现在的墓是按原样重修的 白球恩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他具有最彻底最坚强的自我牺牲精神 无限热爱人民 无比憎恨法西斯 他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 身上带着炮火的硝烟 又来到中国抗日战场 与敌后军民同生死 共患难 他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 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 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白球恩同志的一生 又是不断创造的一生 他医术精湛 拥有三个博士头衔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但是他从不自满 总是在不断探索 不断前进 坚持面向实际 不断总结经验 改进工作 直到停止呼吸前片刻时间 白球恩同志还忍着伤痛 坚持补充和修改自己的医疗著作 可以说 他是为工作而活着 又是为工作而死去的 工作和他的全部生活 是无法分开的 这正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一生 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卓绝 英勇奋斗的一生 中国人民将世代铭记白球恩同志的伟大功绩 国际有人 除了白球恩同志来到过冀中 美国记者斯诺也来过 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 有英国学者林希 燕京大学教授 以后叫林麦可 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 实际是美国时光武官 美军观察组卡尔逊等人来过 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的民兵 部队 也访问了日本俘虏 我和孙志远同志 和他们交谈过 这些人分别在美 应有影响的报纸上 报道了我们根据地的情况 引起了各国的极大注意 林麦可夫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到了静察纪军区司令部 与我们的同志一起进行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培训 解放后 他又多次访问过中国 近年来 韩森又两次访问了我国 总之 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通过陆续求访的国际友人的对外传播 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这里 我还想起柯蒂华大夫 1938年夏天 柯蒂华大夫 刚从印度的医科大学毕业 因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并且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以后在近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一段时间 又转到济南 济中 到了静察纪军区所在地 他在静察纪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 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 他同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女教员郭庆兰结婚 生下一个儿子 是聂荣真司令员给起的名字 叫印华 以示中印人民的友谊 1942年 柯蒂华大夫 在静察纪加入中国共产党 柯蒂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 但他坚决拒绝到延安 或者回国治疗 他说 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 伤病源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只要还活着 他就不能离开伤病源 但是 由于他这种病频繁发作 抢救无效 不幸于1942年12月9日逝世 延安各界 为柯蒂华 举行追悼大会 毛泽东同志 送了亲笔晚辞 印度友人柯蒂华大夫 远到来华 援助抗日 在延安 华北工作五年之久 医疗伤员 积疗病逝 全军失忆必住 民族失忆友人 柯蒂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靖察纪为柯蒂华修建林墓时 朱德同志提词 国际主义一世之光 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周恩来同志 给柯蒂华在印度的亲属写了信 高度赞扬了柯蒂华不朽的崇高精神 靖察纪军民在唐县葛公村 举行了追悼柯蒂华同志的大会 那是五一反扫荡之后 我带着冀中区机关 已经从太行回到靖察纪 参加了这一追悼大会 本来聂司令员要来参加的 因为临时令有会议便让我代表 我向郭庆兰同志表示慰问 并且讲了话 还做了一支歌 柯蒂华 你从温暖的印度洋的岸边到中国的北方 来抗拒严寒 你为着明天的自由 在中国苦战了四个秋天 你竟在长夜的尽头 留干了生命之泉 啊 亲爱的柯蒂华同志 你巨大的形象 将在我们行动中复活 在我们的记忆里长存到永远 再反摩擦 抗战以来 国民党顽固派 与我党之间的摩擦 与反摩擦的斗争 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39年夏天 我们住在武强县北戴 九月间 陆中林派正继承部队 二次进犯击中 张英吴也派他的支队司令乔明里 带一个支队协同作战 共四五千人 这时 国民党已在华中 山东等地 公开与我们闹摩擦 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郑继承 乔明里的部队 从济南移过浮阳河 120施河赵承津的一分区 就很快把他们消灭了 郑继承和乔明里 都受伤被俘 打完仗 我们还公开通电 揭露郑继承 乔明里制造摩擦 破坏统一战线 破坏抗战 后来 济南区党委杨秀峰同志和黄敬同志磋商 要送郑继承 乔明里回去 我还有点不通 黄敬一个劲地劝服我 又要我将一匹名叫独眼龙的好马 和一把二十响波壳枪送给乔明里 当时 我真舍不得 黄敬一在做我的工作 劝说 你送给他吧 把我的枪和马送给你 我说 那你怎么不送给他 黄敬笑笑说 你是司令员 以司令员的名义送好一点 对统一战线有利 我没话讲了 只好将枪 马给乔明里 送他们走了 以后 乔明里跟我们的关系还不错 打了郑继承 乔明里的部队以后 把陆忠灵张英武打翻了 特别是陆忠灵 他得知定县小陆庄的家里人被当地群众斗了 非常恼火 写信给我和黄敬 说 老夫老矣 仅有博田树母 亦不能保 你们太不讲交情了 把我们卖一顿 以后就绝交了 一九三九年底 聂荣贞同志 带我到禁察纪分局 在那里 我第一次见到彭真同志 贺龙 官向印同志 也在分局 不久 参加了打朱淮冰的战役 一九四零年初 蒋介石命令朱淮冰 庞炳勋 石友三 高树勋等部 向我进东南 济南根据地进攻 企图侵占 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限制我党力量的发展 禁察纪军区 根据中央 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 派出部队 参加讨伐朱淮冰 十有三的战役 赴近东南 参加讨伐朱淮冰的部队 由禁察纪分区一团 四分区五团 和纪中警备旅组成 成为南下支队 由陈正香同志任支队司令员 朱淮冰进攻近东南的时候 气焰非常嚣张 作战时 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 禁察鲁域部队 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 完军和敌人 兵力分得散 立刻集中起来打朱淮冰 还有一定的困难 总部要求禁察纪军区 支援一部分兵力 共同把朱淮冰解决掉 那时聂司令员还没到总部 和太行去过 我自然也想到总部看看 就趁这个机会 随部队同去总部 出发的时候 罗瑞卿同志带着抗大总校到近东南去 我们是一道走的 趁着黑夜 在井行东边 穿过了正太路 经西洋 河顺 辽县 到达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离城 冀中警备旅没有一起走 油矿扶照 王长江带着 经过平汉县 直接插了过去 到离城的时候 朱德 彭德怀同志都在那里 听到进察机部队来了 和刘伯承 邓小平等几位同志 赶出吉里地来迎接 当时左权同志没在场 他是打朱淮冰前敌指挥 带着部队到南边去了 打垮朱淮冰 才见到了他 现在看来 聂司令员带我随部队同去 是有意要我和当时在总部 及太行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认识 接触 以帮助我扩大眼界 提高思想水平 进察机部队抵达近东南后 配属一二九师参加了辞 县 武 安 社 县 县 战役 向进攻我太行的朱淮冰 庞炳薰等部丸军展开了反击 丸军虽然采取了内战时期的堡垒政策 在每条山沟小道都修筑了坚固的堡垒 并派有强大的兵力助手 但我军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下 针对丸匪奋兵把口 孤立无援的弱点 各部队密切配合 穿插分割 猛冲猛打 迅速将朱淮兵部两个师级其他游杂五中 庄万余人歼灭 朱淮冰的参谋长 还有他的老婆和孩子 都被我们俘虏了 朱淮冰本人逃往日军驻地邯郸 由那里坐火车逃回重庆去 朱淮冰因为这次失败 被蒋介石狠狠骂了一顿 从此不得重用 困死在重庆 我因为骑马摔伤了腿 没有跟着警备履参加作战 仗主要是邝夫赵他们打的 我在武厢王家喻住了一段时间 向总部汇报了 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些情况 在讨伐朱淮冰的同时 靖茶冀军区 又抽掉了冀中军区的第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等五个团 及一二零师第三支队 金南自卫军组成南进支队 在程子华同志率领下 开赴济南地区 加上济南我军 共集中了二十五个团的兵力 由宋任琼 程子华同志共同指挥 给予十有三丸军 以坚决的反击 十有三是国内战争时期 残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抗战以后 最先投降日军 与我为敌 从1939年12月 至1940年2月 十有三在威县 南宫 居州一带 指使他的匪军 采用包围袭击 拦路打劫 特务暗杀 黑夜绑票等罪恶手段 抓捕我方人员 并施以火烧 老虎凳 脚刀 活埋等酷刑 残杀了我八路军战士 及抗日政府工作人员一千多名 和抗日军署数百人 他还在南宫 威县 巨鹿 锦县 广宗一带 建立了所谓第二政府 专门掳掠民财 强抓壮丁 乱发尾臂 传播日军灭亡中国的王道 思想 宣扬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谬论 与我们的抗日民主政府相对抗 他公开声称 他们的敌人不是日本 而是八路军共产党 他们的任务 就是配合皇军扫荡边区 消灭八路军 为铲除这个祸害 一九四零年二月上旬 展开了讨伐十有三的战役 我军在青河县以西的狼窝 曲州东北的南北龙塘 和秋县西南等地 连续给予完军以歼灭性打击 将其逐出济南 此后 我南进支队 又配合济南 济鲁域部队 于三月初 进行了卫 和 东战役 继续给予十有三 高树勋部 以沉重打击 至此 丸军妄想长期盘踞我济南地区 勾结日军夹击我抗日根据地 扩大反攻内战的阴谋 遭到了彻底失败 我南进支队 完成讨伐十有三的任务后 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 留第十六团 二十一团 归继汝域军区建制 其余部队 由程子华同志率领 于五六月间陆续返回济中 打狗运动 冀中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和抗日热情很高 只要党一号召 说干什么 就齐心干 拆城 破路 工程梁那么大 但动员令一下 群众就干起来了 还有打狗运动 也是这样 有这样一段意识 一九三八年冬季 冀中区党委 驻在任秋初暗村 一天 冀中导报 刊登了一条消息 申泽县大致要驱小队夜间去袭击敌人的据点 当进入据点以后 狗突然叫了起来 惊动了敌人 因而破坏了袭击计划 驱小队的同志 对狗很气愤 于是 就想把狗都打死 但集合各家的狗很困难 就趁二八月招狗子的季节 利用母狗把公狗引诱到院子里打死 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周同志 看到这条消息后 很生气地说 拿党爆开玩笑 什么意思 为此还停发了这天的报纸 后来 日军占领了冀中的各县城 抗日军民夜间活动的保密问题 越来越突出 我们到美村去 狗一叫 等于给敌人报信 所以就想起大致要驱小队打狗的倡议 开展了打狗运动 在1939年冬季 为了开展打狗运动 提出了狗是汉奸的口号 于是一个群众性的打狗运动 就在整个冀中区开展起来了 说狗是汉奸 因为当我军夜行军时 一有犬废 就等于向敌人告密 尤其是在敌人据点较劲的地方 我军一有动静 狗就叫 当即被敌人发掘 当时也有人说 敌人行动狗也会叫 使我知道 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第一 我夜行军多 敌人夜间一般不敢出动 第二 敌人到村 群众跑光 狗也跟着主人逃难 当我军进村时 群众不逃 而看家狗听到动静 闻到生人 则狂吠不止 因此 狗只利于敌 而害于我 狗是汉奸 于是开展了打狗运动 一九三九年秋天 大水为灾 消灭了狗 既可节省粮食 又可增加肉食 狗皮也可充分利用 这样 群众打狗的热情很高涨 各村的狗都打死了 一直打到据点里头 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 也是很有感情的 狗可以看家护院 但抗日高于一切 群众硬是忍痛把狗打死了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整个寄中区的狗 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偶尔也能在田野里看到一两只 但他好像是受到了严重的教训一样 再也不叫一声 尾巴始终夹在两条后腿中间 老老实实的了 当时有个不完全的统计 拳技中的狗皮将近六十万张 除了输出以外 还部分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取暖欲寒问题 那是寒冬露宿 狗皮褥子 背心是最受欢迎的背符 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 不视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 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据说 冀中一开始打狗 冀南就接上了 山东也跟着学起来 在冀中 还搞过一次灭蜀运动 1942年2月24日 敌人扫荡定线一带 撤退时 在游卫村附近 丢下了72只带有鼠菌疫苗的死老鼠 妄图用鼠疫残害集中军民 军区卫生部长顾正军 半夜接到疫情报告 马上把防疫科长蔡公奇找来布置任务 组织力量迅速前往疫区扑灭疫情 顾正军担心疫区军民受细菌的传播发病 又担心医疗人员的身体健康 深感责任重大 因为当时卫生防护装备极其简单 到疫区去也就是多穿一套布罩衣 多戴一层普通口罩 药品也极其困难 好在及时采取措施 疫情很快扑灭 为了防备敌人再次释放疫军 气中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 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鼠运动 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 做打鼠家 致灭鼠药 在地里和长远里挖鼠洞 搞得十分红火 战士们和群众边灭鼠边说笑 日本鬼子也是老鼠 人人喊打 两种坏家伙 下场一个样 保护麦收和秋收 保护麦收和秋收 也是季中平原根据地的斗争内容之一 季中食粮主要是靠麦收和秋收 麦收完全是小麦 秋收则以骨子、高粱、玉米为主 虽说两季收成 实际上种了麦子的地再种秋庄甲 只能种些碗鼓和碗玉米等 麦收时要天气干燥才好 收完麦之后 雨水多才能保障秋收 明燕云 有钱难买五月 英利 旱 六月联姻吃饱饭 如果一年收成好了 就能保证两年不愁吃粮 这是季中丰富资源的主要部分 同时也是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因素之一 正因为这样 敌人才加紧对冀中区军民的围攻 扫荡 敌人对秋收的破坏 尝试伪装我军 决堤放水 淹没河苗 恰恰冀中平原是无山多水之地 尤其是在1939年秋 敌人阴谋决堤 冀中地区90%进城泽国 整个秋收几乎化为乌有 群众抢修堤坝 敌人急派部队驱逐 任大水奔流 每到卖收 秋收之时 敌人便进行有计划的抢掠 各据点都准备汽车 大车 麻袋 尾席 四处抢粮 尤其是伪军 日军不给他们发给养 逼迫他们抢掠 使他们从抢掠中解决给养问题 敌人有时还逼迫这一地方的人 去到另一地方抢粮食 挑起群众之间的对立 如果抢掠失败 敌人还称河苗已经干熟时 放火焚烧 尤其是卖收 因为只几天时间 卖街不同于秋河 一熟极干 最容易燃烧 像放火烧山那样 遍地野火 心脉顿时 成为灰烬 每年卖收 秋收 保护收成是全区军政民的战斗任务 这也是保护全区生命线的问题 与水灾斗争 与虫害斗争 更要与敌人斗争 这种保护收成的斗争 首先是进行政治动员 提出多打一粒粮 就是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的口号 政权 军队 群众团体 组织各种宣传队 宣传小组下乡宣传 并且把保护收成 与当前的行事任务联系起来 在武装保卫秋收 或卖收 的口号下 游击小组 自卫队 游击队 正规军 都动员起来 自卫队加紧站岗放哨 盘查汉奸 各种武装四处游击 扰乱敌人据点 使其无暇派出兵力抢掠 并组织战斗 专门打击抢收的敌尾 特别是预知敌尾抢掠动向时 在其必经之路布置伏击 加以消灭 组织群众以村为单位 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收割 部队 及各机关 都动员人马协助 并自带给养 不吃群众的饭 此时 田野之上 军民同欢 歌声洋溢 收割的 混绑的 装车的 送饭的 异常热烈 就是在逼近的炮声中 大家也不恐慌 不畏惧 还互相鼓励着 同志们 加油呀 不让敌人抢到一颗鼓 于是 人们更加快了收割的速度 连歌也顾不得唱了 特别是在卖收时 因为卖一熟不能留在地里 必须赶快收 大约只一周的时间 必须收完 同时又最怕火烧 因此就更紧张了 帮助抗鼠割卖 谁家人口少上谁家 儿童团送水 妇女减食一漏掉地的卖穗 大家计划着 如何防止被焚烧 农会主任进行动员 零歌零打 分晒分藏 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地割 敌人放火烧也连不起来 晒的时候 藏的时候 都要分开 不然敌人会全部抢去 一九四零年的卖收 是抗战以来最好的卖收 因为一九三九年发大水 土质变肥 种的麦子多 一到四月 田野一片麦海 无边无际 五月里快熟了 空中飘散着心脉的香气 为了保护这一年的卖收 在五六两个月中 我们的部队粉碎了敌人三万九千多人的春季扫荡 大小战斗百余刺 杀伤敌尾四千余人 活捉敌分队长一人 士兵十人 伪军百余 缴获抛二门 轻重机枪二十余艇 步马枪四百余支 手枪九支 还有很多其他军用品 这一年收获的麦子 足够全区军正名两年之用 这就更增加了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 参加百团大战 一九四零年秋天 冀中部队参加百团大战 这是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统一指挥下 组织禁察纪军区 禁济鲁军区和禁隋军区部队 进行的以正态路为重点 对河北山西境内铁路公路交通 和沿线敌人据点的大规模的迫击战役 禁察纪军区抽调纪中两个团参加破击正态路 留在纪中的部队 也是破坏交通 破坏铁路等 对平汉路 北宁路 金浦路 以及石德路和苍石路实行广泛的破击 阻止平汉路敌人向正态路增援 并向纪攻克某些据点 破击正态路的战役 从8月20日开始 作战20天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在出击正态路期间 系中区动员了10万以上群众 配合部队对平汉路 金浦路 石德路 北宁路以及境内外的公路进行广泛 反复的破击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九分区部队掩护群众 于三天之内 破坏仁秋 高阳 宝定间公路 定县至宿宁公路 张登至宝定 和张登至里县公路 共100公里 烧毁大桥六座 并不断伏击 袭击各据点触扰的敌人 取得了显著战果 十分区部队 在正态路破击战开始前 于八月中旬 分别袭击了固安 霸县间的太师庄 周家务等据点 并且伏击了固安 永清 霸县各据点触扰的敌人 三天之内 毕伤服日伪军四百多名 敌人急忙从高碑殿 廊坊 南苑等地 增援大清河沿岸据点 平汉路 北宁路一些地段 敌人手臂骤然减弱 我军民乘机出击 毁桌县 松林殿之间 廊坊至万庄间铁路各一段 并攻入高碑殿和万庄车站 全间修路伪军三十名 较长短枪三十只 九月二日 二十九团一部 在西北宁路 炸毁火车机车一辆 车厢四十九节 从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 冀中驱平毁公路 铁路五百多公里 炸毁铁桥 木桥二十座 收电线两万七千多斤 毕伤服日伪军一千三百多名 我军伤亡四百多名 正太路破机战役结束之后 八路军前方总部又命令进行第二阶段战役 是从九月二十日开始的 这一阶段战斗的重点 是为了歼灭敌人 消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解放区的敌人据点 静查纪军区 以主力破机来源 灵丘境内的公路 夺取来源 灵丘两城 并以有力部队 在铜普路东侧 积极配合一二零师作战 冀中军区 除了以一部主力 配合济南区 破机石德路和苍石路 另一部袭击北宁路和金浦路外 为了侧应来 灵方面的作战 打击集中中心区敌人的点线 趁敌人抽掉兵力 一部去苍石路和加强重要交通线守备的时候 组织了仁秋 河坚 大城 宿宁地区战役 这个地区 自从1940年春季 敌人进行扫荡以后 据点增加到44个 很多村庄建立了新明会 维持会等维组织 轻杀仗期间 我军民虽然打击了敌人的活动 但基本情况仍没有改变 我们决定以第十八 二十三 三十团分路进入这个地区作战 在战役发起以前 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第六 七 十分区部队和上述三个团分出的小步兵力 曾向京浦 苍石及北宁路沿线出击 破坏公路 铁路多处 并袭站和近站搏阵 文庙 张庄 紫牙 王头等据点 十月一日 战役正式开始 二十三团主力 秘密深入河坚以南的李虎村 正碰上商家林敌百余人出动抢梁 我军以伏击手段 坚敌九十名 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 三十团向大城以南 紫牙河以东进击 当天袭站了李明居据点 破坏苍石路数里 收电线千余金 五日 又攻克刘庄 藏庄子 十哥大三处 共歼敌八十多名 九日埋伏于白马堂 只五分钟 便全部歼灭了由刘各庄到离坦的日伟军二十名 十八团活跃于朱龙河东 破坏仁秋 高阳公路十多里 攻克任秋西部的东顾咸和肃宁良村据点 此外 仁秋 安兴等线游击队也分别袭击了青塔 西安等据点 歼灭日伟军数十名 十月十日以后 各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 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 继续向任 和 大 宿地区四周扩大战果 各地游击队和民兵纷纷出动 破路 挖沟 炸桥和围困敌人 取得了显著战绩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 敌人曾不断对我活动于中心地区的二十三团进行合击 但我内线外线部队密切配合 使敌人故此失彼 完全陷于被动 总计先后歼灭日伟军一千五百多名 缴获各种枪支三百多 破坏公路一百五十多公里 平毁据点二十九个 摧毁了这个地区内大部敌尾组织 恢复了抗日村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 使敌人在冀中中心地区建立统治的阴谋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百团大战展开以后 敌人极为震惊 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 日军便调集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 对我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 首先从近东南开始 逐次集于近察级的平西 北越区和近西北等地 由于敌人兵力不足 在集中扫荡五百越区期间 对集中区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 集中军民趁势展开以破击石德路为主的遍及全区的攻势作战 十一月十五日夜 二十三团首先强袭五强小贩阵 兼敌为百多名 十六 十七日 联席深县 郊河 郎里 副庄一等地 并客洋庄 铺头两处据点 回民支队和二十二团一部 对深泽县城展开围攻 连战四周夜 两渡公路城内 歼敌一百多名 其兵团破坏症 定 无 即 公路十多里 袭击了苍石公路深县 进县段 这样 就从东 西两侧 吸引了敌人 随后 第十六 十七团配合群众向石德路中断衡水 进县间猛烈突击 摧毁多处铁路和车站设备 并兼列白家庄守敌大部 攻克花盆据点 击毁铁甲车一列 我军日扰夜破 持续到二十六日 使敌人费时半月的石德路修复工程又遭破坏 苍石公路 正 定 无 即 公路以及定县 里县 河间 宿宁 高阳 宝定间的公路也同时遭到了破坏 刚恢复起来的某些据点再度被拔除 在十天作战中 共毕商日伪军一千一百多人回铁路十公里 公路二百四十多公里 为了更直接的配合北越区反扫荡 部队稍事修整以后 又从十二月七日起 把作战重点转向山地与平原结合部的平汉铁路地区 二十七 三十二团分别在松林殿 徐水间炸毁了敌人运输物资的火车三列 攻克据点多处 十七 十八团越过平汉路 掩护满城 驿县 丸县 定县等地群众破坏公路 打击附近据点的小谷敌人 十九日 十七团查明敌军车一列 满载一个师团的武器装备 从宝定开往石家庄 于是在定县以南宣村 皇宫城间铁路上射服 晚上八点钟 当由定县方面开来的敌军车行至我军伏击圈内时 地雷奇响 车辆出轨 在暴雨般的枪声 手榴弹爆炸声中 敌人还在猛头转向 战斗集迅速结束 仅用了三十分钟 三百多敌人 除阵死炸伤者外 未及还手 及被全奸 这次战斗用手榴弹机毁敌山炮九门 也炮八门 汽车四十辆及坦克一辆 零件七箱 缴获两门山炮 长短枪一百多支 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禁察纪军区来店家奖 发给奖金三千元 八路军总部也通令家奖 宣村战斗后 石器团转移到了邢汤以北的南龙港等村 1941年元旦拂晓 邢汤出动日军二百多人 伪军一百多人 企图袭击我军 石器团早有预料 做了充分的反袭击准备 敌人禁抵南龙港西南后 他们放下平射炮时 有几匹战马乱窜 被我哨兵发现 战斗即开始了 我以三营担任正面阻击 同时 让二营跑步增援 以两个连从敌左翼包抄过去 另两个连从敌右翼包抄过去 将敌人团团包围 经三小时激战 打到八点 战斗结束 除十八名敌人侥幸逃跑外 其余都被我击毙或俘虏了 我缴获平射炮一门 重机枪三挺 轻机枪七挺 长短枪百余支 战马三十多匹 打扫完战场 吃过早饭 正开始上路转移 敌机两架飞来 低空盘旋 扫射轰炸 他上面的一挺机关枪掉下来了 缴获了这个意外的胜利品 人们真是高兴 军中军民一个多月来的作战 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北越区的反扫荡 同时也进一步打击了敌人对军中的点线分割政策 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虽然这次大规模的交通迫击战役暴露了我们的力量 敌人更加注意和封锁我们 给我们的活动增加了困难 但从政治意义上讲 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升危 回击了国民党污蔑我们由而不羁的谬论 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 1940年 敌人不断增兵 回师敌后 这一年 敌人对军中进行了春 秋两次大扫荡 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 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1940年 军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 建党 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 合理负担 统一累进税 实行双十纲领 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 还有整党 党员登记 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 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军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这时 军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当时 胡仁奎从陆西来了 要到军中各县建立国民党 我们拒绝了 我们对他讲 我们军中不需要这个组织 军中这时 就是集中主要力量 对付日伟军 这一年 孙志远到延安 准备参加七大 除监部长卓雄代理政治部主任 沙克接替孙毅同志 任军区参谋长 在军事建设上 主要是普遍建立了县大队 区小队 各村还建立了男女民兵组织 规各级党委 直接领导 另外 各分区还抽一个团 成立地区队 准备应付日益残酷的斗争 这一年 孙志远